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,第2166章你一定是在安慰我,不,你一定是在安慰我。巴里明显不相信,杰克的话,他摇摇头道,医生不见得会出手救我,而且,责财他说了,我可能会实话,而且也有可能会变成蜥蜴人。 医生来自华夏,他们华夏人,一向是很友好的民族,我相信,他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,相信我,我们现在就回去,他一定会救我们的。巴里信心满满地说,巴里,你确定吗?杰克有些松动了,他一边向回走一边说,可是,这和我们的宗教信仰。 似乎有些不太符合。我从小接受到的教育,不是这样的。我让这样是向敌人低头。杰克有些困惑,这小伙子还是被爱国式的思想教育给洗了脑。 巴里,你还是太年轻了。你真的想为这个国度奉献自己的一切吗?包括自己的生命。巴里笑了。他边笑边摇头道,不。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在外面,拼了命地去保护有些人。可是换来的是什么?是那些家伙们的军工。 所以,有些事情。你听听也就算了。千万别当真。眼前这种情况。我们还是保住自己的命要紧。让史密斯见鬼去吧。他现在原本就是一个反叛者。跟着他绝对没有好下场。 好吧。我听你的。 我听你的。杰克站起来。巴里扶着他。两人一脚深一脚浅地向回走去。 叶浩轩觉得。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挑战。在这丛林中。越是向深处走。越是凶险重重。 而且,他觉得这个丛林里的生物。经过51区射线辐射之后。简直就是一群外星生物。 你见过会飞的巨大老鼠吗?你见过和青蛙合体的蜘蛛而且足足有篮球那么大吗?相比而言。吃人的树或者花什么。就显得有些小菜一叠了。 经过一片沼泽之地。叶浩轩有些范畴了。据以往的经验。这片沼泽地里面。一定会有些十分新鲜的小玩意的。 他拿起一块石头。用力地抛向一块比较大的沼泽地。扑通一声。石块落入了里面。只见这片沼泽里面的泥水瞬间翻涌了起来。 墨黑色的水瞬间覆盖了看起来还算比较清澈的水。而且一个个长相怪异的脑袋从水里面伸了出来。 他们对这岸上嘶叫了几声。然后又慢慢地沉了下去。 安全起见。我建议。我们还是绕道走吧。绕过这片沼泽地。叶浩轩苦笑道。 我也觉得。这些家伙属于一种魔怪。它们的生命力很强。而且嗜血贪婪。因为沼泽地里面没有它们赖以生存的血石。所以过往的动物。一般都会被它们整个吞下去。如果不小心的话。后果会很严重的。 李根走上前。你认识它们。叶浩轩笑道。当然认识。 李根一点头道。几年前从这里走的时候。我就和它们打过交道。那一次。我的两名同伴被它们整个拖进了水里。 然后啃得连骨头也不剩下一点。好可怕。太可怕了。这简直是外星生物。我感觉我们像是在拍一些外星科幻大片。 大胡子惊叹道。我觉得这里的东西给了我很好的灵感。哈哈。我出去以后。可以改型去拍电影了。 这个想法不错。拍电影。一定比你当兵要爽得多。叶浩轩道。 哦。其实,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去做导演。成名以后。我就可以有很多金发大波的妹子可以钱了。 大胡子哈哈大笑了起来。走这里吧。有条小道。李延欣看了看地图上。他指这一条小路道。 我是觉得。走哪里都一样。叶浩轩道。这个地方常年累月没有人过来。所谓的路。早就不是路了。 这倒是。越向前走。这里的信号就越不好了。电子地图可能用不了。我感觉这森林就是与世隔绝的。李延欣收起了电子地图道。 这个地方,确实诡异。就连邵氏的这些黑科技在这里都不管用了。我也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叶浩轩无语地说。 之前51区在这里进行的实验对这里造成的影响着实不小。即使是过去几十年了。这里还是一幅死气沉沉的样子。 那些树虽然看起来十分的苍翠。但是终究给人一种阴气沉沉的感觉。那种感觉让人十分的不舒服。而且这里的一切信号都与外界断绝。 就算是邵氏科技。这种来自于外星的科技。可以说是领先现代的文明几千年。但是在这个地方。依旧还是找不出来一点生机的样子。 走吧。向前可能会越来越凶险的。叶浩轩道。叶。我觉得我这个向导。已经完全不管用了。 里根有些郁闷地说道。这里跟我几年前来的时候完全不同。而且我的管探能力。也在这里被重重压制。我觉得我完全就是一个废人。 不止你。大家都一样。叶浩轩苦笑了一声道。我也有点低估这小丛林了。看来越向前走。就越要小心一点。 倒是李燕。他训练出来的敏捷在这里还没有受到影响。他突然抬起了手中的枪。指着正前方冷冷地说。出来吧。既然来了。就不要再躲躲藏藏的了。 只见前方的丛林里出现了两条人影。两人都是美式的制服军装。 为首的一个人举着双手高喊道。不要开枪。千万不要开枪。我们是来投降的。 哦。天啊。巴黎。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?大胡子吃了一惊。 他当然认识巴黎。两人同在一个战线已经好几年了。 嗨。大胡子。我舍不得你。所以我回来了。 巴黎笑呵呵地说。但愿医圣能带着我们走出这片死气沉沉的丛林。能让我们活着出去。 相信我。也相信医圣。他一定能带着我们走出去的。 大胡子道。你弄错了吧。我答应要救他了。 叶浩轩有些不悦地看着大胡子道。 呃。对不起。亲爱的医圣。 但是我觉得。你是一个十分仁慈的人。你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对吗?大胡子有些尴尬地说道。